香港人這麼精明,如果食生這麼好,不用你教了 我收到一個留言,就是這位吳永恩,可能是小姐 很多謝你和我分享,你又覺得很好 香港人這麼精明,如果食生這麼好,不用我講 香港人是否真的這麼精明,精明的人是否懂得判斷 有critical thinking,有批判的思想能力呢 我很懷疑,甚麼是精明,我大家生活中的精明是甚麼呢 即是走正面,轉數快,不是等於你的判斷會對的 你轉得快,就等於快錯一點 機關算盡都會計錯,有時我們想事情 就好像電腦那樣的,你為甚麼資料下去呢 它就計到甚麼出來,天文台是怎樣預測到 有一個颱風的狀態、路線,都是你為資料下去的 你為少了那麼多,或者其中有些出了問題 就全部都計錯了,整天都是這樣 人都是一樣,很不幸,常光明經常要說這件事 就是現在我們被人餵的資訊,很大部份是不符事實的 我們收收了那些資料,那判斷當然是錯了 你有留意我的片,有上我的課,有聽我平時公開說的事 都知道,常國不斷地說,我們對於健康的理解 我們對於營養的認知,很多東西是錯得很離譜的 現在營養師還在說,你要吃雞蛋才夠蛋白質那些 真的符合事實那些,他們說得很少,他們根本不知道 你說香港人很精明,現在其實,我想你也聽過人家說 在這個資訊爆炸時代,無知是一種選擇,無知不是藉口 即是說,如果你經常收錯了,你沒有知道真相 只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你很懶,第二個是你完全沒有判斷的能力 那些人都是這樣說的,現在通界這麼多資訊 周圍都是,我怎樣去知道,信哪個,你又說這樣,他又說這樣 所以我常常上課都說,憑什麼你要相信我 我又不是醫生,我又沒有醫學背景,我又沒有做過中醫 我又不懂營養學,我又沒有學過什麼治療法 什麼那些,為什麼你要相信我,就是了 我就說,你聽多一個意見,自己去判斷 但是,你所謂香港人精明,香港人就是不懂得去判斷 就是不懂得用批判式的方式去了解,喂,這個信不信得過 那麼多個相反的看法,我信哪個 這樣,這個就是我們教育的失敗 現在正正是我們的主流社會,政府,商業機構,傳媒 想我們愚蠢無知,他們才可以控制我們 我們的教育是令人愈來愚蠢 所以,現在不是鼠背橫行,豺狼當道 我們個都沒有天生的判斷能力,沒有天生的感應能力 分不出什麼叫做對自己好的東西等等 經常被人餵了一些創意的資訊,搞成這樣 你都知道現在有所謂AI,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為何會做得那麼多事呢 就是因為我們是為了很多的資訊下去 它的網絡越大,大數據越多,它自然就越聰明 香港人都收了很多數據,但大部分都是錯的 經過別人嚴格的過濾 我想,如果你聽到這裏,你都懂得以後省靜做人 再說回到最初那句,如果食生是那麼行 為何香港人那麼清明又不去選擇呢 就是沒有人說真相給他聽 他又懶得去,他都太忙了,他不會找真相 所以最近這幾個月,今年2023是長哥很多突破的一年 我們的疫情又結束了,所謂很多事情復償了,通關了 對我來說生命是很大的改變 最大的就是,真的突然間很多人醒覺 多了很多人覺得長哥可以長期給到一些 他們需要的看法,需要的資訊給他們 所以我只有在這裏再次多謝大家 多謝你支持我可以繼續有信心,有勇氣,有熱情做下去 我相信你都知道我做這些,不是為名,不是為利,有很大的熱情 覺得做這些事很有價值,很開心,可以認識很多朋友 幫到很多人,可以改變這個社會 我覺得我存在的意義就在這裏了 好,記住那句話,現在資訊爆炸,泛濫,無知是一種選擇 無知不是藉口,我們一起努力,拜拜